我不記得這場地這麼小 後台休息室也覺得比較小 還是你們坐比較近 那個恐怕沒有我的地位 那我們先讓給周杰倫 跟張惠妹 然後呢 台下有很多朋友 不要再打給我經紀人 ok 設法要弄到票了 ok 很難 其實我覺得可能很多唱片公司的 誰誰誰都很辛苦 可能你認識誰或認識誰的話 他們全部都就是 麻煩一下那你有辦法可以買到周杰倫嗎 麻煩一下你可以買到張惠妹嗎 對啊就是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對我經紀人也是有收到這種 對 那有人直接問你嗎 問我啊 我連累了他 我就會說問我經紀人 我沒有辦法處理任何事情啊 我沒有辦法處理任何事情啊 你不覺得我是一個最不認識別的藝人的藝人嗎 好 為你這個歷史積財 為你塗了裝扮 為你喝了醉 為你撿了城池圍牆 一刻著露的心 一刻著露的心 穿著冰冷懷 一張白的臉 插上多少褪色的情節 在我的空虛 在我的空虛神經驗 愛上那個浮淺的望迴 在你的空虛包座地面 愛或什麼女君的紙紋綿 愛或什麼女君 我不記得這場地這麼小 後台休息室也覺得比較小 還是你們坐比較近 那個恐怕沒有我的地位 那我們先讓給周杰倫 跟張惠妹 然後呢 台下有很多朋友 不要再打給我經紀人 設法要弄到票了 很難 不是真心 看著你走 我在這裡 只剩下冷漠 誰去承受 都不承受 不值得安慰 不允許挽留 怎麼辦 等同時終結不了 從來沒有想要逃 從來沒有想要逃 你多少次的噴嚇 我就是封不掉 該怎麼辦 習慣傷害給我的美感 害怕沒有她的歸來不敢 用不至今的爭招 是活著的依賴 怎麼辦 怎麼辦 是誰的推託 我只懷疑不安的不明瑞 快樂著局面 而我從何正過 才知靈魂默虛的缺陷 自身成迂迴 原來我不會 忘記收斂我的視線 就連舞蹈與眾都能 引發一場是非 讓我回 對 其實我覺得可能很多唱片公司的 誰誰誰都很辛苦 可能是你認識誰或認識誰的話 他們全部都就是 麻煩一下那你有辦法可以買到周杰倫嗎 麻煩一下你可以買到張惠妹嗎 對啊就是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對我經紀人也是有 收到這種 對 那有人直接問你什麼 問我啊 我連累了他 我就會說問我經紀人 對 那你這樣拒絕 跟人間幫你處理 我沒有辦法處理任何事情 你不覺得我是一個最不認識別的藝人的藝人嗎 有算一下大概收了幾個人這種訊息嗎 訊息啊 對啊 對這部分的狀況太用了 去年 今年 去年吧 去年今年 有啦 有一些 就是我會先唠叨 然後唸一唸 唸完以後我還是會去努力幫他們喬這樣 不要找我 不要以為我 我很累的 有搶刀成功的嗎 那不叫搶刀 有私銷的 有時候可以稍微簡訊一下 那你因為剛剛在台上好像覺得北流的場地太小了 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只有唱過一次 也是Muse的演唱會的第一次嘛 然後 不知道喔 我這兩天在彩排的時候 感覺比上次 就是印象中 小 連休息室我都印象中也小 可是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其實是進去這樣 我那時候也沒有覺得那麼小 今天看覺得 如果想像記憶裡頭的小 就這樣欸 那是不是想要挑戰大一點的場地 這個機會 喔 可以啊 下次辦個小巨蛋啊 就不會搶不到票這事情啊 賣不完啊 會賣完 會賣完 隨便你們 可是現在許妮妍最後一站會有點捨不得 就兩年都快完 我還好 因為我覺得 要往下 對 要再開演唱會的話 就是要往下一個目標 專輯什麼的 對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跟導演聊過 他其實有跟我講說蠻捨不得的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做別的演唱會 對啊 只是說 呃 不能一直出同一招吧 嗯 所以明天會有專輯嗎 或是其他計畫 呃 我做專輯很慢 我沒有辦法答應你任何事情 那不許製作人的啦 對 你去問君豪 對啊 上什麼電視節目 那晚上會想要吃牛肉麵跟雞湯嗎 我不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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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工作到很晚的時候 如果跟同事一起去吃東西的話 我只有在撿一些蔬菜跟什麼吃 我根本就 因為我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人 所以如果超過我的 譬如說午餐或晚餐的時間的話 然後我沒有吃到 我只會吃一點點 但今天晚上應該會破洩一下嗎 今天 我不會我常常沒有破洩過 沒有我會去吃 但是我不會吃那麼多 像其實常常我們去音樂什麼的 表演玩的時候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都已經11點了 我就是撿一些東西吃 我不會吃那麼多 嗯 剛剛嘉賓在台上有跟你槓白說 我愛你 他們常做這種事情 你不要相信 嘉賓 嘟嘟嘟 我跟妳講他剛剛辭窮 因為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耍他的灑白那個好不好 那你愛不愛我 這種東西 對 他剛剛因為被我念到 那你剛剛只會標出出口 我聽到 對啊我媽在猜一下喔 等一下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那兩個字的意思 對 所以應該還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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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